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藏区岗游泽马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重庆到娃萨的J233系列车 撤票提前在网上订好 出发前做好万全准备 超市来好了名食和水果 就可以直接出发 把准备好的东西和近藏的方式放到最底 接下来就是近藏的34个小时 第一小时取票近站 早上9点到达兰州 大家可以吃上这趟旅程中的第一份早饭 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分享着各自带来的食物 窗外的视野就渐渐地凌朗 第14个小时到达西宁 换成一辆列车 下车擦起了车窗 上车以后签署了生死状 确保能够高远旅行 列车上有迷漫式不养 不用担心高反的贪述 每一个踪迹从海拔3200米的青海图开始 这个时候可以拿起手机 拍拍外面的风景 便利的毛流和绵羊在草原上奔跑 随着海拔的上升 食物开始高散 第20个小时 可以下车拍照打卡 与列车拍一张合影 拍完赶紧上车 晚上9点 列车会经过波兰山脉 接着进入科克西里 翻越唐古拉山 海拔着剑上升 此刻 车厢内和外面的天气 相较二十几度 第32小时 列车到兰纳去 此时窗外的风景 就像开了话一样 近在直属的雪山 制造金山下的眼眸女 但之后亲自坐上这趟列车 亲眼所见那一刻 才能切身体断来自西藏的美 第34小时 火车到拉拉萨 身体能处的地方 要让心里遗憾 勇敢一点吧 最后告诉大家 近藏火车的车票 很难购买 尤其是货币 你们旅行社 有专人负责购买 还可以选择上下铺 欢迎在后台下资讯我们 Jesty way 我是卓马 That Horizon 是一家专门接待 全球游客近藏旅游的 西藏当地旅行社 如果您想去西藏旅游 请通过微信 2030-19436 或邮箱 卓马托尔 at gmail.com 有个联系